讓我們一起共同 在大家的期待之下 2015雙北市中運 邀請企業共同參與 世界壯年運動會 2025年5月17號到30號 在雙杯舉辦 目前開放報名參加 台北市長蔣萬安 新北市長侯友宜都說會報名 蔣萬安說報名項目先賣關子 而侯友宜則是揪蔣萬安打檔 應該會報名 至於報哪一個項目 其實目前都還在了解 那當然 紅人有建議我幾個項目 但先讓我賣個關子 因為屆時 我們也會希望聽聽市民朋友的建議 看參與哪一個項目 真的能夠帶動整個運動的發展以及風氣 那侯市長呢 我們新北市政務會是團隊參加 不管是在田徑的比賽 或是棒球比賽 一定會參加 我個人一定會參加 不過 蔣萬安市長 我們兩個要不要搭檔一下 你要參加什麼項目 看你啊 網球啊 以毛球雙打也可以啊 什麼都可以啊 打這些我擅長的就不要好 哈哈哈哈 這個 我們 反正大家 就是 交交朋友 然後讓世界 可能看得到 我們雙北 以及我們全台灣 是一個運動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國家 兩位市長 現場體驗 木球運動 透過發援於台灣 且適合 老少仙衣的全民運動 共同傳遞 二零二五雙倍世界壯年運動 運動會的舉巴目的 大家也許對於市長運比較陌生 但這是一場國際級 非常高規格的賽事 顧名思義市長運 就是壯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那他的參與資格 30歲以上 而且個人就可以報名 不需要有任何選拔 就可以代表個人 以及代表台灣 在賽場上 與國際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 一起同場競技 所以這是一場非常重要 不只是運動賽事 它也是結合觀光 數位 綠色 永續 來帶動整體 台灣 國際的能見度 以及 來培養我們 怎麼樣 雄瀉 全民運動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們一直很希望 透過雙北市長運 讓台灣 走進世界 也讓世界 進到台灣 所以 這一次的市長運 我想非常感謝 我們所有贊助企業 大家共襄盛舉 全力來支持 因為這是一隻非常好的 宣傳行銷機會 我想不只是 我們這一次競賽的場館 遍佈五個縣市 而且會 預估有110個國家的參賽選手 總共預估包括選手 還有教練團 還有整個家屬等等 預估有超過四萬人 會來到台灣參加視狀 所以 不管是透過轉播 網路上面的直播等等 我相信 我相信對於行銷雙北 甚至行銷台灣 以及所有贊助企業 都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所以在這邊 我要非常謝謝 今天參與的各位企業 能夠跟雙北 我們共同來簽署 合作的MOU 那當然更重要 我想我們還有很多 不只宣傳行銷 相關的物資 宣傳品 很需要大家一起協助 最主要是在 壯人運動會的過程當中 以運動健康來交朋友 然後認識一個國家 認識一個城市 這才是最重要 所以用運動有儀會 大家來認識自己 然後瞭解 我們所有國家的歷史文化 這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每一次世界壯人運動會 參加的人 大部分都是前家 還有洗腦服用 大家一起來做觀光 休閒旅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所以為什麼世界壯人運動會 我們預估會有四萬人參加 因為這裡的四萬人都是選手 但是四萬人 可以帶動更多的親朋好友來的時候 他的消費能力是很小的 我們當時一估大概會一百億 那不盡然都會集中在雙北 光我們比賽場館就有六個限制的場館 也會騙擊到全國各地 所以這一次很重要 就是說除了我們雙北來指販以外 我們更需要更多的企業 來給我們支持加油打氣 從這當中 讓全世界來的選手們 以及家屬們 認識台灣了解企業 更重要可以提升企業在國際的形象 所以除了我們雙北的雙千今天來以外 我也在這裡呼籲全台灣的企業家 都可以來參與 讓我們全台灣的企業家 為這一次的世界壯人運動會 等於是中壯人 也不像中壯人 三十歲也不叫中壯 青壯人以上的人 能夠在這參與的過程當中 帶動我們的國家運動風氣 也帶動外國而認識我們台灣 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那其實這段時間我也知道 雙北的承辦人家非常的辛苦 因為離我們比賽五月十七號 大概剩下一年多一點 等於是在檢榮民當中 所以就開始在暴民以外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身為政府部門 我們一定要帶頭參加 所以新的市政府在這一次 一定會主團可以參加 而且我是鼓勵憲主 可以團隊參加 那其實成績不是那麼重要 不是要打敗哪一個縣 不是打敗哪一個國家 這友誼比賽嘛 那友誼比賽 那友誼比賽大家會輕輕鬆鬆 所以狀態因為會 不要把它當成 哇 我要拿金牌啊 那什麼樣的 就大家好好 真的 我們政府單位可以用這個方式 跟企業 企業可以組隊參加 企業可以組隊 大家彼此建友誼比賽以外 也跟外國朋友大家都認識啊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國際賽事需要集眾人之力合辦 兩位市長號召企業參與 公司合作 加強賽事資源與豐富度 也增加企業曝光度 達到市府賽會與企業三贏目標 記者張啟騰 王英俊 台北報導 高朝